大家好,又是香港仔在台湾 今天又有嘉賓主持,法國姐姐 最喜歡聽的節目,就是分享佛學 我們也有一個環節,其實之前也有的 但是今天我們特地說一下 因為看完我們的節目的朋友也有些言論 我們也很想解答一下,是不是有疑問? 是的,今天有幾個部分,就是閒談一下 第一個部分就是解答一個朋友 上集我們講到慈咒,總經 他就慈咒,有個朋友跟他說 慈咒要小心一點,因為他認識有朋友 慈咒之後走火入魔 不知道Rick有沒有聽過,如果你慈咒 慈得不好就會走火入魔? 是不是心不夠定? 或者心有些雜念? 或者當時有些什麼? 是不是有些魔鬼入侵? 有些惡魔入侵? 所以他就馬上上身,是不是?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都會聽打坐會走火入魔 坊間傳,打坐會走火入魔 為什麼慈咒都會走火入魔? 我相信他們的理念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經常在之前的集數都叫大家 如果你要打坐要學佛 要去一些正信的佛教道場 因為走火入魔是有可能的 尤其是打坐 為什麼呢?其實走火和入魔 我們之前都說過是兩樣東西 走火是一樣的,入魔是另一樣東西 不是同一樣東西 我相信大家說的走火入魔很多時候都是入魔的部分 走火其實就是類似運氣功、運氣、運氣、運氣不好 那你就會傷害身體,就是走火了 那種火就走火了,就傷害了自己 另外入魔通常都是心魔,是不是? 可能你有些心魔 可能他跟我說的那個案子好像是他有所求的 他的詞就是為了求的 所以你其實已經是有一種入魔的事 很多時候是入心魔 很多時候不用外界的魔來搞 你自己的心魔已經搞到自己 都很麻煩 這個故事後來 因為我沒有詳細去聽 後來這個故事 這個走火入魔的事主 其實後來不是辭走的 後來他去了養季仔 所以這件事更加看到 走火入魔是因為心魔的 他在驅使之下可能會覺得持咒不夠力 然後就去找了其他的靈界去所謂的幫忙 但是在這裡跟大家說 這些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任何東西都是靠自己的 那這位同學 這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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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繼續問我關於食齋的問題 他就問我 其實食齋是否有 比如我吃菜 是否叫食齋 其實不殺生 叫做食素 食齋是什麼 Rick 你覺得食齋和食素有什麼分別 有些人是全素的 全素連雞蛋都不吃 我有聽過這些位置 那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真的完全是 有些人是會連雞蛋都吃的 但是雞蛋其實都是 它還未枯化 它是有生命的 所以連這些也不會吃 有些人是會吃的 所以就是全素的人 我的理解是否真的 完全是沒有生命的東西 其實食齋就是爭團 譬如我們有時候 會回去蟬子做一個八關齋戒 這個叫齋戒 齋是什麼呢 就是12點之後你就不吃東西了 過午不吃 12點之後你就不吃東西 然後去到第二天的早上 第二天的早上你就吃早餐 還有吃下午 這個叫做下午之後不吃東西的 這個才叫做食齋 我們平時 因為我們都市人 就算你坐辦公室也要走來走去 你要用你的腦 就是你要發家庭 這些周舉勞動都累 所以我們平時都會吃夜晚的 就算我們這些吃素的人 晚上吃了 我們叫做吃素的 不是叫做遲齋 而吃素呢 晚上那一場 就是晚上吃 就叫做補充體力 好像一種藥 所以我們晚上那頓叫做藥吃 藥吃就是好像一種藥 補充自己身體所需 所以我們晚上那頓叫做藥吃 而有很多朋友可能會問你吃素 應該怎樣吃 好像我這樣一年三十五天都吃 但是有些人可能是不行的 身體可能都未習慣了 或者他未完全戒到 可以吃三症獄 我們有一集說過三症獄是什麼 就是不要看著他殺 不要我們要選擇而殺 不要因為我自己而殺 不要聽著他死 大家一看三症獄就知道什麼叫三症獄 不要生勾勾 另外如果想找幾天吃齋 我們佛教有很多十齋日六齋日 或者大家初一十五吃 你可以擴大你自己吃齋 或者吃素的一些時間 吃素是有功德的 就算我們不說佛教這些殺不殺生的事情 就算是現在說環保 我們吃素都會對這個地球作出一點的貢獻 所以這個都是有功德的 那說起吃齋或者吃素 香港這一陣子也有些大新聞 是嗎? 是呀 前陣子說有個很出名的和尚 他也吃肉的 其實是不是真的可以吃肉的 還是佛教裡面也有很多門派 是不是真的有些是可以吃肉的 我聽過是真的有些門派 他如果是化完的話 去一些信眾的家裡 或者是在街上 其實有人給他什麼吃 他就要吃了 他不會選擇來吃 所以是可以的 這裡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藥食 如果那個真人的身體是有病 那他那樣東西是要吃肉才可以舒緩化解度 那不得已都會吃肉的 這個叫做藥食 但是我也都認識一些真人 他不會為了自己的身體而去殺生 即是他寧願沒有那種的藥人 他都不會去吃肉的 我也認識一些真人是有這樣的信念 另外剛才Rick說的就是一個佛的團體裡面 他們去化園 即是去問一些信眾供養自己的行為 通常都是食物 那就是他們給你什麼就吃什麼 尤其是西藏這些地方 就是有很多牛羊 沒有牛羊 就是西藏這個有牧民族 就沒有什麼蔬菜 他們通常都是給肉 所以其實佛教去到不同的時期 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 地理因素會發展了不同的信念 或者是習俗的 我們包括台灣、香港、大陸 大乘佛教是不吃肉的 譬如南傳佛教 譬如我們泰國這些地方 他們收到什麼就是吃什麼 以前在佛陀時代的一個故事 有一些小朋友 他們就玩 看到佛陀的團隊來到化園 有個小朋友就把沙給了其中一個弟子 而那個弟子回去真的要吃完那些沙 因為是給你什麼 你就要吃什麼 是一種接受大眾的供養 其實是一種對大眾的祝福 所以你給什麼 真人吃的真人都會吃 就算是沙 那當然這位小朋友之後有他的果報 那這個就是 通常他會說到吃齋或者吃素 就會說到放生 有一集我們都說了放生 那我們相信就是放生不如吃素 因為其實放生很多時候 你會助長了放生的行業 不斷裝不斷放 有時候放生是不是叫放生呢 就叫放死的 因為其實你的水域可能不適合他 就算適合他 就算適合他 可能吃完這個湖裡的所有其他生維 其實那個生態的平衡 是可能因為我們放生的動作 而影響了整個的生態環境 我記得前幾個星期 有一個放生活動 上上下下 有個中年紀的女人 在放生活動途中 因為他已經滑失了 跌失了 就往生了 所以其實也真的要小心 有智慧地去做一個放生活動 另外 可能Rick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微辣紅燦呢 聽過 蕭佛 應該聽過吧 蕭佛 我聽過了 是另一個名字 蕭佛 有有有 那他肚腩很大 是不是 他的肚子那麼大 不是因為他吃得很胖 而是他告訴大家 以相 用相去表達一個法 就是我們的肚內可餐船 比如說菩薩是不吃肉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中有一輩子他是一個先人 在山上修行 當時那個國王是很蜂擁的 令到民不聊生 有天災 人禍 沒東西吃 在山上 這個先人就七日沒吃過東西 就醃醃一吃 當時有一個五百隻兔子 那五百隻兔子 其中那個兔子叫王 那個王就覺得不想先人死 他就連同另外一位兔子就叫了那個山 你起場火 我們自願消熟自己 供養這個先人 讓他不用死可以繼續修行 然後當時的美立菩薩 那位先人就很感動 就覺得連動物都懂得犧牲自己 去完成一個大願 所以他就發現生生世世不起殺念 生生世世都不吃肉的 而美立菩薩當時有沒有吃這些兔子 是沒有的 他就自己是進了這個火區入面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因緣 大家可能會遇到不同的因緣 令到自己吃肉或者不吃肉的 而我自己是吃素的 但是我沒有逼過自己吃素的 我是參加了第二次的禪七 即是一個禪修營 禪修的時候 你七日七夜 所有的食物都是吃素的 第一次的時候 我也要跟大家說 第一次的時候 我想出了這個營之後 我就去吃漢堡包 吃什麼 吃肉 但是第二次我是沒有吃肉的肉念 我是沒有逼自己的 即是我不能逼自己 所以我現在都會吃蛋 但是現在的蛋很多時候都未受精 不過真人是不吃蛋的 奶我也沒有戒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沒有宗教信仰 他可能是喜歡吃肉的 但是他為了環保 為了外顧這個動物 他逼自己不吃 這些人可能是我的朋友 他聞到肉味 其實他都想吃 其實他們我覺得是更加 我佩服他們的 因為他們不是不想吃 他仍然想念那個肉味 但是是為了這個世界 所以他們逼自己不吃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可能會說 嘿 你們這些吃假肉的 現在的食物都是假肉的 你們其實都是想吃肉的 就裝了東西 那你對這個佛教徒 或者素食者 去吃假肉 你有什麼意見呢? 你所說的假肉是真的 其實它真的不是肉 是真的用了那些 不是肉 那些食物 這樣做的 是的 然後你剛才說 我想問一下 是什麼人吃 是什麼人吃 什麼人吃 譬如遲素者 你可能是佛教徒 或者是遲素的人 有一些不吃素的人 會去評擊這些人 就是 啊 你們吃假肉 就是只口不只心 只心不只口之類 就會去評擊這些人 是假吃素 因為你們都是 只顧著吃肉的 你吃假肉去 去滿足自己的 其實都 那你覺得是 猜不猜別人吃假肉 或者你覺得吃假肉的人 是不是有罪呢? 反而你剛才說的那個朋友 就是他忍住 為了要環保 但是他就不去吃肉 但是那個心 其實都是想吃肉的 其實好像是一個 對比 但是他真的不是吃肉 他真的 但是他又要用那個名字 我想說的是那個 你動不動到那個心念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是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的話 其實就不要拘禮那些名字 我覺得 但是你又一定要吃那些嘛 其實我是佩服那些 我的朋友 剛才都說過 就是因為他其實想吃 但是互念眾生 他不是一個佛教徒 他就犧牲自己這個口肉之腹 其實我覺得是很佩服他們 因為他們是一個信念驅使 他們做一些平常想做的事情 至於說假肉 其實我也覺得 是有 不是只有零和一百分之分 中間有一個過程 而他起了一個念 都是想吃素的 是一個慈悲心的念頭 不是一步登天的 我也是經過兩次禪修營 我才突然之間不想吃的 有些人可能是沒有突然之間這件事 他們要逐步逐步的 他們騙下自己的口肉之腹 目的是為了 互念眾生 不想殺生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也是值得鼓勵的 那些假肉其實都是斗、大蜜 這樣做的 我覺得不需要去抨擊其他人 但是我反過來來說 是一個過程 他慢慢慢慢減 慢慢慢慢減 那個叫做肉 那個叫做肉 叫做肉 這樣慢慢減 是啊 還有呢 反過來來說 我們吃素的人 就不可以逼其他吃肉的人 你吃肉 那樣不可以這樣平擊 這樣是一個 我覺得是會反彈的效果 就會令到分化了兩班人 其實你可以用鼓勵的方式 但是不應該是以平擊的方式 去平擊吃肉的人 如果不是 大家又是引起一些無謂的爭鬥 其實我們吃素是為了什麼 都是為了世界和平 都是希望互念眾生 但是不是希望超喜而不分化 是吧 所以這個就是 那麼Rick又跟我講些什麼 他想聽一下佛末的公案 是吧 因為我知道很多佛陀的故事 那些故事其實都有很多警示 或者都有好像 借佣佛陀的故事都可以 應用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都可以有些頓悟 我相信 有沒有一些正確的故事 但是我很久以前學佛的時候 師傅說過 到現在我也很記得這個故事 那就是 你有沒有發覺有時候 你見到一個人 你會恨他前又恨他後 有些人你都不認識他 你覺得他很親切感 我很想為他做些事 你有沒有見到這些人 我聽過 有的 我相信 但這也是關乎 其實我們應該對上幾世 都可能有一點點的記憶 還是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些 殘留的記憶 會記住 可能曾經 他是我的仇人 我現在就和大家講一下 一個佛門的公案 這個故事我記了很久了 佛陀的時代 有很多弟子 其中有很多弟子 都是什麼什麼第一 比如 這個故事裏面有兩個主角 第一個就是阿難 或者大家叫做阿難 就是阿彌陀佛國 我叫他阿難 阿難專者是多聞第一 多聞第一的意思是 他的記憶力很強 現在流傳下來的佛電 很多時候都是強 背出來的 第二個專者 就是加涉專者 就是加業專者 他就是頭唐第一的專者 頭唐第一 就是苦行第一 這兩個專者 首先和大家講一下他們的外貌 多聞第一的阿難專者 是很莊嚴的 有年輕又莊嚴的 很多人都很喜歡他 第二個就是加業專者 他比較老 就是阿母阿阿難那麼英俊 所以少人供養他 就是很自然的 大家心生歡喜 然後有一天 佛陀佬和弟子下山 走走走走走很頸殼 然後看到沒有北遠處有個西瓜田 希望去化園發個西瓜 讓大家解渴 當然派阿阿難出去化園 阿難去到敲門那個年輕女孩 看到阿難就很生氣 走走走走走走走 罵他 除了拒絕他之外 他還沒開箱拒絕他之外 就趕過去走 到語氣很差 接著就派阿加業專者去化園 阿加業專者平時都 因為他比較裸 樣子也沒有這麼莊嚴 他還沒開箱之前 那個女生就說 阿專者 我給西瓜田 選一個最大最甜最多汁的人給阿加業專者 接著回去 大家都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通常阿阿難去化園 很多人都會自動給他 為什麼會這樣呢 接著佛陀就說 其實很多個劫之前 劫就是很多年 我們上次的一集講究 一劫就是幾多 很多很多劫之前 其實阿難和阿加業 都曾經是認識的 他們一起在一個樹林走過 他們看到一隻貓 這隻貓就死了 死到就是腐爛了 追蟲 都很臭 阿難走過的時候 就有一些炎氣 還要掩著 很臭 就走過了 而阿加業專者當時 就很慈悲 就跟他三鸡衣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跟動物三鸡衣 只不過種種子下去 所以我自己 比如看到動物 都會跟他三鸡衣 然後他跟他三鸡衣 然後終於埋葬了 所以這就是他們前世的一年 所以為什麼 很明顯 那隻貓就是現在的女孩子 即西瓜田的女孩子 他看到阿蘭就很嫌棄去 走走走走 但是看到阿加業專者 他就深深歡喜 很想給他一些東西 這個就是很多萬世之前的一個恩怨 到今時今日就成熟 葉是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 而沒有了成熟恩怨的時候 就會出現補花出來 你看到一個故事 你明不明白 為什麼有時候 你會看到一些所謂的小人 或者不喜歡自己的人 為什麼有些人 會對自己特別好 這些所謂的軟襯寨主 但是你看到 其實走過一隻貓 死掉了 那隻貓都會記得 所以也真的 但是你不會知道 因為你沒有那個很深刻的記憶 但是你可能有些殘餘的 就會覺得 會不會是 之前不知道多少世的恩 做過的果 這個不是記憶 這個是葉 這個葉 因緣成熟的時候 就會驅使你去做這件事 但是當你學了佛 當你有一個戒 或者你有修行的時候 就算那個女生 看到一個我不太喜歡的人 但是你也會按住自己的脾氣 你會聽她說的話 之後 原來是供養佛陀的 那你就會自自然 把西瓜添去 那這個葉就解了 是吧 嗯 明白 好吧 那這個故事 然後就跟大家說 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也不會知道 所以就是 在這一輩子 盡量不要跟人結 或者不要做些葉的事 是的 所以其中一件事就是吃素 我們上集說 為什麼可以好運一點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心念 令到你好運一點 令到自己好運一點 令到自己好運一點 那個心念 因為奧蘭傳 就是當時的心念 就是很臭的 對不對 所以一個心念 可以 影響到幾萬世之後的自己 是吧 那之前的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 我們由今天開始改變 永遠沒有聚遲 永遠沒有聚遲 只要現在肯做 就可以了 另外還有一個故事 也是佛陀說的一個比喻 有一個附庸 她有四個老婆 那四個老婆 第一個老婆 應該是最小的老婆 她去到哪裡都會帶著她 很愛護她 什麼好東西都先給她 什麼好東西都先給她 很照顧這個小老婆 然後三老婆 她也很喜歡她 但是很想得到她 追她的時候 甚至是打官司 和人結怨 兄弟反目 都無所謂 為了得到這個三老婆 她對三老婆都很好 很想得到她 然後還有二老婆 二老婆都可以 但是基本上 可以共富貴 不可以共患難 還有大老婆 大老婆是最醜樣的 她是最不喜歡她的 不是很想和她一起 但是這個大老婆對她很好 經常都跟著她的大老婆 就是服侍她 到了這個富翁 要死的時候 她就跟小老婆 最喜歡的老婆說 不如這樣吧 我死吧 你跟我走 這個小老婆 她最寵愛的老婆 就說 不會啊 我不會跟你走 你一死我就回家 一死我就走了 然後三老婆 就跟她 跟三老婆說 你跟我走 三老婆說 你最寵愛的老婆 都不跟你走 我都不會跟你走 我又回家 你一走我就走了 然後二老婆 二老婆說 嗯 其實呢 你對我有恩的 所以 我就會 和你走一段路 送你去梁廷 你看到我說的 她是三老婆 我送你梁廷 送你去梁廷之後 我就走了 你等我一會 哈哈 她看到一隻貓 我們外面有野貓 所以她看到貓 她進了自己的範圍裡面 她那種雜姓 就是這樣 有時候她都不明白自己做了什麼 但是她是雜姓趨勢 然後呢 還有一個大老婆 就是二老婆 就說送你梁廷 我走了 那大老婆呢 就說 我願意跟著你 我會生生世世世跟著你 你去哪裡我跟著你 但是呢 這個老公呢 就有一些 你這麼欲酸 其實我不是很想你跟著我 就算有個人跟著她 她也不是很想的 那這是一個比喻 你猜一下這四個老婆代表的是什麼 嘩 很深層的意義 哈哈 沒有聽過 這個故事也是我們初學佛的時候 師傅都經常跟我們說的一個故事 那不如我開猜吧 好嗎 但是我覺得是會有些東西 那個東西就是 當然不是人 它代表著不同的東西 那小老婆最喜歡的那個呢 是代表自己的身體 你是很愛惜自己的身體 愛惜的意思是 我喜歡吃肉的 我就讓她吃肉 她喜歡吃什麼 我就讓她吃什麼 你會覺得自己的身體就是自己 我是誰 就是身體是我 我是誰 這個問題在善中裡面是經常性問 但是身體是假油的 我們叫四大 即是四大 即是地水火風 合二成的 是假油來的 不是真正的自己 但是我們會對它很好 就是有些人就會衣美 是吧 就是希望自己很漂亮 有些人就是放縱自己 喜歡吃什麼就吃什麼 這個是身體 但是你這個身體 你一死的時候 身體會不會跟著你走 不會的 是吧 它就化作禮好 即是一個肉身 是肉身 然後它就會四大分散 然後就重新 可能會重新組合 你知道這個粒子 分子 身體 它就會重新再組合 化作春泥 然後第三個論學 你猜是什麼 你最喜歡的 欲望 錢 第三個論學 就是錢 所以你是為了得到錢 不擇手段 是不是 有多少是爭產 是不是 很多的個案是爭產 為兄弟擺墨 但是錢也是 你一死了之後 那些錢會怎樣 分手給其他人 就回頭嫁 變了其他人的錢 是不是 所以錢也是不能夠 然後進入棺材 然後第二個老婆 代表什麼呢 這個不是斷線 你不足的 第二個老婆 是心 第二個老婆是你的親朋好友 他們都會陪你一齊 可能會送殯 送你一程老 但是時間的流逝 很多人都會把你忘記 所以就是陪你一段時間 有時候我們會說這個記憶 就是那個隱存不存在的一個表現 當沒有人記得你的時候 你其實跟沒有存在過 是沒有分別的 那這個就是 親朋好友 好了 第一個老婆 應該是要猜 是什麼 靈魂 就是你的心念 剛才說的心念 或者你的葉 隨身 是永遠跟著你的 但是我們是從來 我們永遠是最不在乎自己的心念 你放在一旁 就像大老婆一樣 你不是很顧她的 心念叫你不停摸你 你不要吃這些 你不要吃這些 你不應該上癮那些 你就不理會很煩 這個大老婆 然後你就會跟著四個老婆 然後三個老婆去玩 去廢闊 去追求你的慾念 大老婆你是不理會她 但是其實大老婆才是 永遠跟著你的 其實你是不是應該要對她好一點 你的心念 是應該要 要聽一下自己的 要顧著自己的心念 起心動 你剛才說過 幾萬歲之後 那隻死貓 都是會 醃到成熟的時候 就會還給你 你就要瘦了 不知道Rick聽完今天 這幾個故事 你有沒有一些感受 或者感悟 其實我們有很多心念 有很多心念 不知道是不是對自己最好的 所以有時候就會聽 有時候就會被心念影響到自己 我們有時候會聽 所以又如何去理解呢 所以我們要懂得心 其實我們心念有分什麼呢 有分善念和惡念 是吧 這些很容易分 是吧 但其實我們在禪宗裡追求的是無念 這個無念 不是像木頭一樣 相信大家都聽不懂 又或者我說得不好 所以都是要去 如果大家還要深入一點去學 就是找個正式的佛教道場 這件事情 什麼叫心念 什麼叫無念 什麼叫不起念 或者是我是誰這些答案 不是就這樣聽完你就會明白 是要透過不斷的修行 打坐 正心 定心 才會明白到 或者是 才會有一番的體悟 每個人的體悟 可能那個過程不一樣 但那個中年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不會好像 有一些其他的居士 會教大家佛學 我不會的 因為我覺得自己都沒有那個層次 所以只能夠在很淺的皮毛當中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受 我知道的一些故事 拋磚引辱感 希望大家投入一條正確的方向 因為我們都是只能夠陪大家一段小時間 是不是 就是自己陪自己的時間是最多 大家的時間都是這麼多 但是你會投入一些時間去哪裡 有些人就投入去吃喝玩樂 給身體 有些人就投入去賺錢 有些人就投入去跟家庭和家庭一起過生活 但是有沒有大家有投入一些資源時間 去給自己的生活 是不是 那這件事就不是說 只能聽幾分鐘的YouTube 或者是聽20分鐘的YouTube 一個星期聽一次 或者你不是只能聽我們 只能聽其他的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 你的時間都投入了下去 何不真真正著去找個正正經經的賭場去學 有很多YouTuber 講法學的YouTuber 其實他們本身都會跟很多正信的佛教賭場去學 所以這個是大家的考量 什麼才是對自己一個投資最好的 對人生投資 對時間將來的自己投資最好的一個方法 嘩 我們今天又聽了很多真正很棒的佛婆的故事 或者一些佛婆的故事 都相信可以應用到我們的生活當中 如果大家真的想更加認識和了解 都真的可以考慮去一些正信的道場 可以幫到自己 或者真的可以了解更多更深入 希望下一次可以分享更多佛婆的故事 我們可以從中又可以遇到少許 或者了解更多少許 我們得到一些啟發都很好 嗯 是的 不好意思 這隻小狗 煞氣爽成 我一會兒就剪掉它 我的片子 千萬不要動了這個煞臉 剪掉它 你的葉子就會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還這個葉子 我們下次講一下情執 因為情執也有些公案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們到此為止了 大家記得追蹤我們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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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為止了 拜拜 拜拜